謝謝啊 我們這個主辦方我們中華海峽交流協會的陳董事長 還有遠從北京來的彭董事長 還有我們公眾室觀光局的潘局長 還有我們河邊的好跟牛 阿倫 還有我們各位所有的嘉賓 最辛苦的所有這樣的活動幕後的工作夥伴幕後的工程 還有我們所有今天新聞界的各位好朋友 以及後面所有熱心來參加 參觀我們海峽兩岸美食展的各位 我們高雄地區 所有其他地區來到我們高雄 所有熱心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新年快樂 2018年歲末最後一天 今天是去年 來這裡參加第七屆 我們北京跟高雄的美食展 那我們老闆娘張董事長特別熱心的邀請 還有咧 我們陳董事長咧 以及北京信達公司咧 默默地投入兩岸的交流 各位一這樣子看很簡單 可是背後投入的人力財力物理是不得了 所有外面的這些攤位 很多的餐廳老字號的 這些很棒很棒的這些美食家 老饕可愛的這些師傅在外面 一攤一攤都擺得非常的多 各種美食都有 所以我覺得對幕後工作的夥伴 投入這麼大的資源人力物理 真的很深表感佩 剛才我一進來 跟陳董事長還有蓬董事長開玩笑 第八屆 明年是屬豬 我說豬八屆 他人家都笑了 但是我沒有這個意思 象徵了我們希望兩岸的交流很平順 很和諧 人民能夠過得封一竹死 我就開個玩笑講 但是我要感謝我們河邊餐廳的張董事長 他對這種活動每一次都非常的熱心 那也要感謝我們北京信達 把這麼多美食帶來我們高雄 讓我們高雄鄉親能夠享受 同時也要跟各位北京來的好朋友報告 高雄是台灣美食的重鎮 這個跟文化族群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高雄是五族共和 我們高雄整個大口整個開台三百年來 這裡有閩南文化 有客家文化 有原住民的文化 也有1949年 遷移到高雄來的所謂外省族群的文化 還有大概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新住民的文化 我們是新的五族共和 而且我們高雄心胸是非常開闊的 那也因為有不同的族群住在高雄 所以我們呈現很多美食的多樣性 還有文創的多樣性 也希望北京來的好朋友也能夠來享受 我們高雄的美食 特別是我們新任的觀光局潘局長 外號叫點之王 站起來給大家鼓勵一下 最近呈 用心是找到台灣最南邊的一棵樹 哇我們都知道國境之南這個南樹 原來這棵樹有這麼多的典故 我們潘局長也設計的非常的多 未來兩岸之間 各種方式跟觀光有關的交流 我相信觀光局潘局長也都會一馬當先 整個大中華的飲食文化的分佈 我們可以讓北京的好朋友來常常我們高雄的 不管是東酸 希臘 南田 北鹹 在這樣一個整個飲食文化的分佈 我覺得兩岸的交流 是非常美好 美食 文化 青創 藝術 體育 投資 以及各種孵化器 幫助下一代的年輕的朋友 以及教育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活動 多辦 多好 讓大家能夠增加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認識 還有彼此的情感 所以 再一次向我們幕後 我們北京的 新拉公司的彭統市長 至上最高建議 也要感謝我們中華海峽兩岸 交流協會的陳理事長 感謝大家 謝謝各位辛苦的工作夥伴 謝謝各位嘉賓